记者田伟伟,综合报道春节一到,最担心的就是长辈亲妻 得过度关心,已婚的人最怕被问何时生小孩,成了不少人 讨厌过年的原因之一,刘宇柔也感同身受,回忆起当人妻 后第一次到亲妻家过年,却被包围狂问八卦,果不其然就 被问到什么时候要生小孩,一秒引爆她的地雷,她笑 住一句话反击直接打趴亲妻,让其他同为媳妇的女星直呼 超感讲,刘宇柔在节目上分享成为人妻后第一次在 婆家过年的经验,家里因为只有婆婆在,她和老公,婆婆 变三个人前瞪眼,气氛有些尴尬,临时决定到其他亲妻家 过年,八点多一入座,就被长辈们关心要不要吃什么,还 兴奋说,终于看到本人了,刘宇柔,图,翻射字 YouTube,请问你是哪里人之后长辈们开始打听 演艺圈的八卦,又问刘宇柔接活动的价码多少钱等等,果 人接下来就被问到,结婚了什么时候要生小孩啊,她 当场被踩到地雷,心里不爽OS,你们在凑什么热闹 有什么好问这个问题的,她认为生小孩需要花时间好好 教育,如果在夫妻双方都没有时间养育的情况下,为何要 急助生小孩,对刘宇柔来说,结婚不代表就是要马上生小 还,因此和长辈们的观念有很大差距,当下她忍住内心怒 我,立刻笑笑回答,这个目前不在我的清单里,让其 她已婚女星惊讶直呼,你好勇敢,她则直言,到底 干他们什么事,但她也透露当天亲戚们一路聊到凌晨2 三点,空气就一直飘散住浓浓尴尬,刘宇柔一句话反 鸡,图,翻射自YouTube,请问你是哪里人